剛才說了一些父親角色 回去給你們看 她說 現在不斷有更多科學證據顯示 有參與的父親 尤其是被孩子提供了情緒位值的父親 對孩子的幸福有獨特的貢獻 所以不只是媽媽 父親可能對孩子有母親所沒有的影響 即是有些事情爸爸才能做到 尤其是在某一些 譬如說 孩子與同輩之間的關係和校流的成績 父親就做了這些 怎樣幫助他成功 我們看看 寫法庫的男孩子說的男孩子 很難在男性的自信和自製之間 找到一個平衡點 為什麼男孩子通常是學自己的阿爸 怎樣做一個男人 如果那個父親沒有給兒子 自適當的肯定和無色去跟隨的話 你發覺這個男孩子 不知道你怎樣成為一個男人 這個也是你看到很多時候 婚姻這麼大的問題 很多時候那個男人有問題 因為那個男人是個小孩子 而不經意令到女士 就要拘捕了母親 所以 沒有性發揮 於是 關係這樣維持下去 那個男人好像臭血都不大 好了 被他臭大了之後 他可能是第三者 真是因為已經習慣了母親教兒子 我經常問 同一兩個人 兒子長大了之後 找老婆 找半女 你不是做她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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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他長大了之後 你會去找另一個 賤 這是一個量性的地方 尤其是一方面 女人很慘 他做了媽媽的時候 當男人去找第三者 他就覺得很淒涼 很淒苦 自己付出了 做不到東樓等等 因為我一早 你都不做他老婆 你選擇做她妹妹 這個很大人誘 我經常說 尤其不要做女老公的媽媽 媽媽做的事 留給她媽媽做 這些都是婆式的 為何有這麼多問題 原來兩個都爭著做一個男人的媽媽 怎會不會的 郭靈呢 你留給她 媽媽不捨得放手 老婆想戰鬥 想和婆婆爭 又做了婆婆 你留給她 你留給她 所以 你記住這兩弟 做一個太太的 未必一定是說 少女依人 那些 你一定要做太太的角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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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